Hello,大家好,我是穆布斯 今天瘟疫传说安魂曲上线了 而且XGP也上线了 本作据说3070拉满画质都稳不住60帧 1070最低画质都只有40帧 而且数数的数量对比上一代5000只进化成了同屏最多30万只 这让我很好奇这个游戏让我们来用GPD WinMax 2这台 搭载了地表最强核显的早上游戏本来游玩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画质设置 分辨率直接800P渲染100% 其他设置一律为低或者关闭 搭配RF2锐化到1600P 当然如果想要更高的帧数可以把渲染拉低到30或者40 那简直就是一幅世界迷画还是算了吧 温馨提示 我们直接就到第二章有数数的位置 密集恐余症患者和害怕可爱数数的小可爱们 请直接退出视频 恐怖倒是不恐怖 数量也是真的多 中世纪画风较为黑暗 小春节请绕路而行 叔叔来咯 这个叔叔数量真的是挺多的 680M这颗核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大部分场景都是可以稳定在30帧左右的 个人还是可以接受的流畅度 开启了垂直同步 没有特别大的帧数波动 我们在数数中间转一转 嗯 帧数还可以吧 这个作品一直都是以中世纪为背景 游戏风格呢 较为黑暗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画风的游戏 第二章开始的时候 主角一行人刚到城中的画风还是比较温暖的 但是那都是骗人的 给你短暂的温暖 就带你来到这个肮脏充满恐惧的地方 解密类型的游戏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而且JPD WinMac 2这种早上游戏本 也非常适合玩这类解密游戏 坐在床上端着这个小游戏本 十寸的屏幕超窄的边框 给人十足的沉浸感 而且本作的这个节奏也使人更加的沉浸进去 我玩这都会有各种复杂的情绪在涌现出来 喜欢这种游戏类型 可以接受这种画风的小伙伴可以来游玩一下 我玩了一晚上游戏的内容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游戏还是可以开启无敌模式的 嘿嘿嘿 这个游戏开启无敌模式就是城中的守卫 对你发起的攻击无效 不过我还是会坐等风铃月领大佬出修改器 给我勇气 让我再来通一遍这个游戏吧 视频的后半段都是展现游戏画面和帧数的了 想继续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继续看一下 毕竟这是一个连3070都跑不满的游戏啊 680M和弦能流畅进行游玩我也特别满足了 录过的小伙伴给个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谢谢各位了 这里是木不自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真的得赶紧我高处走 这个货 暂时没什么问题 暂时 好 一盆一盆店 肯定能行 肯定行 那种梯子 我光照不到梯子那边 链子上的锁看着不结实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面子上的所看的不牽绳 不看到了 你把这个火盆打下来 好 漂亮 走 快走 上来了 安全一点了 哇 得喘口气 那快喘 不知道这地方能安全多久 我差不多得了 杨 杨 杨 感谢观看